大家都知道我嫁给我的中国老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现在我们两夫妻也有了一个男宝宝 要聪明 要听话 要很可爱 有时候我爸爸妈妈在越南 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不能照顾他们 最简单的给他们倒一杯水的我都不能 因为我是在中国 不能说他们生病的时候 我马上可以跑回去 就是昨天 我妈妈在舅舅家下午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晕倒了 我只能从屏幕上看到我妈妈 因为是我小姨妈给我打的视频 我才知道 那个时候我就看着我妈妈哭 但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也希望我爸爸妈妈在越南那边 他们能够每天都是健健康康的 真的有时候我们远嫁的女人 有很多话都是说不出来的 哭能有什么用吗 要孝顺 孝顺不了 也照顾不到爸爸妈妈 刚才我老公他有问过我 你怎么今天一天都是哭的 我又不敢跟他说 看他问太多了 我也要跟他讲 不讲的话免得他怪我 有什么事情都不跟他说 我老公他带宝宝就说你玩 我真的好害怕 我出出来就被他骂了 你们玩好开心啊 我能不能跟你们玩 来玩啊叫妈妈来玩 妈妈今天一天到晚都是哭 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 老公啊 我真的好对不起你啊 你有什么事情又对不起我了 昨天我越南妈妈 他在救救家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晕倒了 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讲 因为我害怕你操心太多事情了 所以你现在才说 是不是 你什么人呀 怎么现在才讲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出了这么大的事 因为我妈妈今天早上都醒了嘛 所以我就 就没有跟你说 我觉得他醒了 身体应该好很多了 这就没有 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呀 你真的是 我没有说不把你当一家人 你要听我讲嘛 平时我家什么事都是你来管的 不要多了 所以我不想说 没事的 那这个是怎么样了 这么呢 嗯 现在的还是在医院 因为早上刚醒嘛 可能要在那里一个星期 观察 看他是怎么样子的 那先去打视频看一下吧 你呀真的是 没事 没事的 他都醒了嘛 哦 没事哦 你赶紧打视频 我看看丈母娘 虽然说隔着屏幕不能做什么 但是我就想看看 我在打了 来 我妈妈接了 美 你是怎么会这样子的啊 会晕啊 我妈妈说 他本来从以前他身体都是不好的 比较弱的 他去打那种营养包嘛 哦 就是 他直接打到身上去嘛 然后 回来身体受不了 可能是打了太多了吧 然后他就 晕过去 那我看他手还在打吊针 你呀你 你早点跟我说就好了 你偏偏要这样子 我也是 你们家的一份子啊 早上 早上他也叫我不要跟你说的 因为每次跟你说 然后 你总是操心这个那个嘛 所以 他说他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还带着小弟 他那个孩子每天晚上都是 四五点才能睡觉 他就是一天哭到晚了 不管是以前地位他们带 都是这样子 什么时候都在哭 他们都不懂什么原因 去看要没什么 没生生什么病 就是一天哭了 早上 舅妈说 问我今年能不能回去 本来爸妈 说老的又不是老 但也四十多岁了 总是身体不好 总是一下生命一下 这样的那样子 都是靠那个 在外婆家的他们照顾 然后我爸爸家这边 一个都没有 今天我妈妈 这样子 从昨天晕到现在 爸爸家没有一个人 是去关心他 也没有来看他 不知道 明后天有没有 他们不关心 我这个女婿来关心 老婆 我说话呢 你先听好 你别生气 我们 只能在屏幕上看 不如来点实际的 等一下回去 给赵母娘 先 发一点红包过去给他们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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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我妈妈都真的想我 别哭了 哭了 我等一下我都射不了 等一下我也给你哭了 跟赵母娘说 等一下 你看 连赵母娘都哭了 因为有时候 我想照顾我妈妈 但是我真的 好难过 我这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你们 老婆 我们当为儿女的 不能做什么 虽然隔着屏幕 但是我们 来点实际的 等一下回去就 你跟赵母娘要一个账号 然后发点 去给她 发点程序给她 不用发的 你答你说不用 要 我妈妈说 昨天舅舅 全部交那个 我们是儿女的 要给 不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作为一个 女婿 还有女儿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 生病了 我们照顾不到 好吧 喊喊一下 别哭了 我跟她说 挂了 要不然看到她 这样我忍不住 好了 好了 别哭了 你这样子 大弟弟就跟我来 准备 好了好了 叫她多注意身体 等一下再打给她 等一下晚上我跟她聊 小潘刚才说 要赚一点钱 回去给赵母娘 并不是说 我有多有钱 或者 说什么都拿钱来讲话 我们 作为女婿女儿的 远在几千公里之外 照顾不了 也只能用这种方式 去 让月兰 丈母娘心里好过一点 也让我们自己 心里面舒服一点 本来 我们计划在八月份 小邱先回月兰看望父母 但是没想到 意外来得更快 刚才说了 我也懂了 是 因为以前做手术 然后 加上 平时太劳累了 然后 又打那个营养包 又晕过去 此时此刻呢 我非常理解 小邱的心情 我也感觉到 心中说不出来 那种感觉吧 反正我 就感觉 外婆 唉 应该多多少少能要 给一点丈母娘 买一点吃的吧 这是我 现在 目前 唯一能做的事情 谢谢